两个小战士演的 一人手持一杆钢枪 从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开始 这个舞台上几乎每年都会出现 反映军旅生活的节目 而其中一些歌曲 或钢枪有力或铁汉柔情 表达了无数军人军属 两地相望相互思念的情愫 唱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心情一样 我和举心里话 我也不傻 我懂得从今一路上 风吹雨蓝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唱首歌 绿色晶莹 绿色晶莹 交配我 唱那山妖的 一夜多 唱唱花开谁欢乐 安党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 如同离开家乡 就难见到别人家 近年来 从网络上流传开男神女神这样的新名词 而在一二十年前 这些歌手就已经在春晚的舞台上 为我们诠释了女神的定义 为我们诠释了女神的定义 传递爱的力量 我们的窗口 不只能做 即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的 1988年的这首《思念》 让毛阿米家喻户晓 而一年之后 一首《爱的奉献》 也让维维一曲成名 只要来人 都先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 这首歌 让许多人为之动容 而它背后的故事 同样让人感动 当时围棋国手聂未平家的小保姆 东义侠身患重病 聂家不仅出资 安排她到北京治病 还呼吁社会各界帮助她 最终在聂家人的关心 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这位安徽姑娘东义侠 终于战胜病魔 当时我特别绝望 是奥基和奥基的全家 会有好多帮助过我的人们 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在这里感谢奥基和奥基的全家 和所有帮助过的人们 谢谢 谢谢 多年后 两人在安徽重逢 都感慨万千 聂未平在博客中写道 在安徽池州又见小霞 能让人高兴的事情并不多 这事让人很高兴 这是生命的圆圈 这是生命的圆圈 再没有心的沙漠 再没有爱的荒原 再没有爱的荒原 1995年 宋祖英的一首《辣妹子》 把湖南辣妹子火辣的性格 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后《辣妹子》分别在1999年和2009年 重回春晚舞台 她也成为宋祖英 个人极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风中有朵雨做的雨 一朵雨做的雨 人在风里山头老兮 我只有将吹向哪儿去 那年与火辣热情的辣妹子完全不同的 是孟廷伟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这首歌细腻敏感 又略带一丝忧伤的诗意 着实让人们印象深刻 孤顾顾守候你的轨迹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 风中有朵雨做的雨 1998年 娜英和王妃同时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合唱的这首《相约1998》 歌词诗意 旋律优美 而两位听后携手现唱的这一版本 也堪称经典 歌词诗意 旋律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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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约1998》